一輛鄉行車不斷倒車衝撞鐵卷門 旁邊還圍著一群拿著球棒的小弟 鐵卷門被撞壞後 這群人直接衝進室內 舉起球棒使勁砸 不僅砸毀許多物品 還毆打一名零性男子 去年二月初 太陽聯盟成員和這名男子有嫌隙 沒有達成共識 心聲不滿率領十餘名小弟 到男子工作場所尋仇 見到鐵門已被上鎖 效仿警方攻堅方式 指揮小弟用鄉行車 以倒車方式攻堅 撞破鐵門 其實去年一月 太陽聯盟成員 就因為與一名理性男子 有財務糾紛 率領十幾名小弟 拿著棍棒 砸毀對方經營的宮廟 據了解 太陽聯盟以桃園區一帶為據點 涉及多起暴力犯罪 並以恐嚇取財的方式 作為經濟來源 警方獲報後 成立專案小組 長期跟監及搜證 將陳姓男子為首的幫派組織 一舉情獲 並找出武士刀 太陽聯盟會旗 帽子 衣物等證物 全案依違反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罪 移送地監署偵辦 記著劉志掌 王毅德 桃園報導